美雨季節過後 現在開始進入夏天了 為了一個星期 台灣的溫度大部分都會是在 橙色到深紅色 也就是會在30度以上 花東重古地區的溫度 更有機會來到34度以上 賞金業者表示說 最近天氣很適合出海賞金 暑假到來的時候 也希望可以在疫情趨緩之際 搶得商機 最近天氣晴朗 賞金航班 遊客變多 很多遊客到達現場後 發現天氣非常的好 適合出海賞金 而臨時報名參加 你可以到旁邊去走到 也可以進入暖房 賞金業者也表示 航班遊客的變多 有很多遊客 是到現場之後 才選擇出海賞金 那絕大部分都是來到現場之後 才決定要出海去 應該是因為天氣好的關係 大家都想出海走走 那這幾天的海上的狀況 也非常的好 早上船來了 衛福基因 一些精彩比較少見到的 精神的狀況的種類 讓船上的人看得都非常的開心 也有家長表示 因為小孩沒有畢業旅行 只好父母親自辦彌補 小孩的遺憾 暑假即將來臨 賞金業者也表示 歡迎大家能夠來到花蓮 參加久違的賞金活動 記者臨結花蓮市採訪報導 希望好 到下